今天台股开高走高 晚期就在眼前 还有哪些可以带我们大放异彩呢 答案就在影片中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瓦伦 我是李游 今天台股开高走高 昨天美股表现也非常亮眼 只有道琼工业指数小小跌而已 晚期就在眼前 究竟哪些可以带我们大放异彩 今天非常多的投资朋友感到开心 感到兴奋 晚期久违了 只差一百多点 而且金流双球就要攻上去了 而且很多的个股轮流的在上涨 比如像IC宅板 比如像车用电子 像昨天这个红海科技日 跟红家军相关的 大家本来说应该会大涨特涨的 车用电子没涨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其他非红家军的 竟然今天大涨特涨 你看今天大涨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10月4号的时候 我们在影片即时通就告诉大家说 抄底时间到 而且我们认为本月是先下后上 你看到隔一天而已 最低16162 到今天为止已经涨多少 快800点了 而且当时我们跟大家分享说 这是一个W底 正在打底足底 现在看起来这W底有没有越来越像了 有 看起来越来越像了 好那你仔细看起来这些个股部分 这个景硕部分 星星领硕南电之一的景硕 没错 IC载版 你看哦 今天已经攻到涨停板 甚至于 创新高 代表说什么 大盘这一波修正 对他也都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他就是整个IC载版里面的领头羊 因为他最强 他领先攻上涨停 而且是创新高 再来你看南电 相较之下 南电算今天也是大涨 涨9.3% 逼近涨停 可是他离前面高点 484 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 对 所以代表说他没那么强 他是排第二的 好那再来我们看星星 老三星星 很多人都认为说星星 今天涨停板应该也算非常强 可是你看星星 其实他相较于南电的部分 他距离前面的这高点 好像又更远了 而且之前的跌幅是比较重的 所以代表说这三只股票 谁才是真正的领头羊 景硕 你分得出来 这样看下来是景硕 所以你看 这个族群三只都一起冲 都一起涨 所以代表说资金还在里面 他也是未来的一个主流标的之一 那还有哪些主流呢 还有车用部分 我刚刚有提到 车用二级体 车用二级体的部分 全球最大规模最大的 就8255的蓬城 哇这个投信买一缸子 我们的老朋友 对买超多的 好你看前面横盘整理 当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他没有跌 那开始今天大盘一转强 而且很明显转强之后 他今天就直接拉到涨停板 那你看今天这根长红出来之后 很多人会说什么 会说要挑战前波的高点 看起来好像真的有一些些的机会 我们10月8号的时候 就是在Telegram有提到过 没错啊 我们在TG频道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目前股价2XX 未来上看多少 4XX 4字头的股票 当然你从长线的题材来看 这个车子需要使用到耐高温 耐高压 然后可以抵抗大电流的 这个烫化系所做的这个元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相关的汽车车用的 一档一档都往上做一个喷发 好你仔细看一下 包含像强帽 你看哦 强帽他今天也攻上涨停板 而且你看他之前走势是 一路再往下滑 甚至于之前这个投信法人的筹码 还有一些松动 可是你看哦 连这样子弱势股票 今天都被带上来 被谁带上来 被我们的蓬城带上来 好那再来呢 包含像3675的德韦 你看德韦 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强帽比起来 是不是又更强了 是 他今天也来到 波段的高点附近 好今天也是攻上涨停板 他距离前面最高 201.5 其实也没有差多远 今天收盘是200.5 只差一块钱而已 好那再来呢 你看哦 台办 台办 一样是二级体 可是你看台办 为什么只有涨6% 他特别的弱势嘛 假设你在挑选股票的时候 这几只二级体的股票 你会挑选谁 我们的老朋友 一定是挑选蓬城嘛 因为他是最强的 而且有法人的资金 投信的资金进入在里面的 动能比较够 对比较强 而且序洋力比较强 你看哦 这个台办 他跌幅比较深 为什么他跌幅比较深 因为他跟这个车用的部分 关联性就相对比较小一些些嘛 原来如此 对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尼克森 这也是老朋友 他是做MOSFIT的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未来车用会有很多的 这个电子零件 他都需要耐高温 耐高压 而且要大电流 就是可以抵抗这个大电流 那以前是用这个锡为基底的这个原件嘛 那接下来都是改采这个什么 碳化锡 第三排半导体嘛 或者是氮化加来当作基底的原件 目的就是为了要符合电动车 可以这个抵抗大电流的一个潮流嘛 那你看哦 尼克森是没什么动 才刚刚准备要起涨而已嘛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一旦这个车用的题材开始扩散之后呢 投资朋友也可以留意MOSFIT 这个族群的股票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了哦 好的 谢谢李欧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李欧老师的LINE A跟Telegram 台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